新竹市议会29号的单位业务咨询下班场是由中鼠营议员率先咨询 仁爱运动的中鼠营表示最近天气炎热又经常下雨 为了方便民众建议在新竹市公园里的体育设施加设天幕 变成不论刮风下雨都可以正常使用的风雨球场 如此一来就可以造福不少爱运动的民众 那本期走访了很多县市他们的专业的部分就是说 如果我们设置天幕篮球场的话 那可以突破很多法律的限制 而且很快的时间之内就可以完成整个户外的篮球场 那重点是在于说 局处之间的互动啊 就是局处跟局处之间的连结 他没有心要去做 那如果有心要去做的话 一定可以很快就完成整个新竹市的户外的一个天幕篮球场 关于中鼠营议员在议会提到风雨球场部分 那城郊处这边因为目前的公园是有可以设置风雨球场的一个条件 但我们也要找到比较适合的地方再来做做一个处理跟后续一个规划 新竹市议员陈志雄则是提到 交通处规划把延平停车场改建为地下两层的停车场 不过地上建筑还没有进一步的计划 而附近的中亚里跟客亚里长期以来都还没有里面的集会空间 如果可以把停车场的地上空间新建为集会所 解决中亚跟客亚里长久以来的问题 那好不容易我们延平路地下停车场即将新建 那目前还没有完全的规划 那地上正好有机会可以建一个集会所 给这两个里共同来使用 这一点我们希望说市政府在未来规划的时候 能把这个集会所的部分规划在地下停车场上面 延平停车场在今年的3月28号由中央来核定 那也在4月24号也办理了这个居民的说明会 那对于集会所的这个诉求 那目前正在进行这个西部设计的招标 那今年内会完成西部设计 那对于这个集会所的形式大小 以及它的位置以及它需要的功能 这个我们会再跟相关单位来研绎它的一个情形 届时如果有需要的话 那一并纳入设计里面去做讨论 今天的议会咨询中有不少议员 都对日前的集合住宅大火表示关切 新住市议员张祖言表示 逃生安全梯被烟雾笼罩 导致民众无法使用安全梯逃生 这个问题值得消防局深入探讨 而这一次有很多的消防人员设备都被浓烟熏黑 可能需要太患 也请消防局要进一步的关心跟处理 安全梯里面不知道为什么会进入如此多的浓烟 以至于造成这个我们消防员在里面要上到八楼救人 结果没有办法 只好在那边就最后牺牲了 他们最后所处的环境 其实一整个的浓烟 然后浓厚的浇油 浇油都已经连到他们的面罩上面 他们的视线是被遮蔽的 再加上浓烟的遮蔽 所以他们一整个全部是身手不见物 完全看不到周边的环境 只能摸着墙壁找出路 所以这种状况之下相当容易空间迷失 可是这样的高楼的大火 在过去大家经验不够 在未来该怎么样做准备 以及他的我们的消防云梯车是不是也要做一些准备 以及我们的救灾的技术技巧要做一些准备 那我希望这个内政部的调查会完成之后 能就这些部分做一些精进跟检讨 那目前消防员的一个装备 大家所重视的一个消防衣的两套的部分 我们所有外勤的一个同仁 目前也都有两套的一个消防衣 那年限都会在三年 以及六年以内 这样的一个消防衣的装备 那我想如果说同仁在这一次救灾当中 消防衣装备有一些相关的一个折损 那我们这边消防局会立即来做相关的一个拨布 一场大火烧出了许多消防问题 虽然火已经扑灭 但为了不让悲剧再度重演 现在有许多议员都准备要在议会质询 希望彻底检讨跟改善 进一步的保障民众以及消防人员的生命财产安全 记者林彦斌蔡文琪采访报道